大家好我是马儿 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 新设计的直列六缸柴油引擎 最初是针对马自达大型垂直安装产品发布的 但计划于2023年下半年 在北美和澳大利亚市场 推出的直列六缸涡轮汽油引擎的信息 最终于2023年发布开发目标及使用技术 Skyactiv NG3.3它就是一台普通的直列六缸引擎 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它没有使用任何马自达特有的新技术 其最大的卖点可能是直列六缸引擎 仅仅因为它是直六 这意味着没有必要坚持使用任何比这更小的技术 如果要我指出它的特点的话 那就是 1.排气量从3.0升增加到3.3升 2.与柴油引擎完全通用 首先出现的是接近理想引擎的路线图 第一部汽油增压引擎是2.5T 第二部是Skyactiv X 3.3T则放在两者之间 柴油相当于第二部 已经进化到只剩下冷却损失的进化 但汽油则回落到步骤1.5 作为参考 马自达也将配备停缸功能的2.5G引擎定位为1.5G Skyactiv X是世界上第一个将HCCI燃烧投入实际应用的技术 是一项开创性的技术 但它不可避免的昂贵 因为它需要胶囊引擎来降低燃烧噪音 这可能是由于高热效率运行仅限于低负载的狭窄范围 且汽车的燃油效率不如预期 为了遵守欧洲2020年Core法规 燃油效率对于Skyactiv X来说非常重要 但这款主要在北美使用的引擎却有着不同的目标 考虑到这款引擎注定要在北美作为主流进行大规模销售 它们避免冒险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3.3T是Skyactiv X的后继产品 人们对下一代稀薄燃烧有所期待 但它并没有使用任何新技术 而是马自达市的其他公司也使用的技术组合 马自达在进化路线图中将其定位在第一点五步 说是回归正常比较恰当 而不是第二步 Skyactiv X的进化后者太超前了 燃油效率结果并没有变得比较好 直列六缸柴油引擎 具有晶圆的燃油效率 直列六缸汽油涡轮机的技术概念 展示了提高输出 废气和燃油效率的主要技术 与2.5T相比 由于排气量增加 从低速到高速都能产生高扭矩 余余充足 强化的SI燃烧提高了热效率 8T和轻度混合动力的使用 进一步提高了燃油效率 即使在相同的扭矩下负载 BMEP也较低 从而减少了氮氧化物的排放 如果你喜欢Master 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aster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 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